而连续举办第九年的花莲县一鸣即文化活动 今年疫情的考量避免群聚 受度采重谷客庄绕境祈福的方式 即将在8月15、16日一连两天 由副理竹田一鸣亭升教班 出动在地80多位的客家农民 绕行花莲11个乡镇式客庄 以古礼为花莲祈福 花莲县客家人口占总人口数的三分之一 连续举办第九年的花莲县一鸣即文化活动 疫情考量有别以往 齐聚一鸣堂祭祀 今年改重新竹种庙 殷勤一鸣爷赤牌神位安坐花莲 并在8月15、16日绕行重谷席乡镶镇客庄 以古礼为地方祈福 首次绕境重谷客庄 现讲徐政卫2日上午 特别前往一鸣堂祭祀一鸣爷 祈求活动顺利 在我们的15号、16号花月中旬的时候 在绕境的时候大家能够共襄盛举 当然 我们的共典之后 会捐给我们长期以来 关心我们地方的老大人的 我们的花生基金会 希望在这三年疫情 然后让整个经济减缓之下 我们需要到协助的这些 若是我们都还能够关照到 让他们一样感受到 一则就是借由一鸣节的威灵 能够让花莲种谷客庄 每一个乡镇都能够平平安安 第二个 也让客庄的长辈 今年就不用像往年一样 全部都要集中到花莲来办活动 那我们让各乡镇的老人家 就在乡镇长 乡镇长 乡镇市长 以及各客属分会会长 以及代表会主席的领导之下 在各乡镇自己的庄头 能够来迎接一鸣爷 接受一鸣爷的赐福 今年一鸣祭活动 供获花东地区永续发展 基金270万元 现幅200万元补助 改变往年全县聚集方式 乡镜可就近于所在 商镇市公所及一鸣庙 成岳绕镜祭祀 15-16日将由富里竹田 一鸣亭神教班 出动在地80名客家农民 绕镜花莲南北约137.5公里 11张正式客庄 17日将回到花莲一鸣堂祭祀 而其扶寿祭品也全数捐给 长期招呼独居老人的华山基金会 外民众共襄盛举 记者长邦彦姐安详报导